好了 坐 周总是 幸福 好 太好了 从周老园上下来了 是啊 那边冷啊 江海小编 你们赶快去迎接西区训员 我陪周总师和战友们 去招待小书鞋 好好好 来 战友们 坐坐坐 还有俩飞行员没下来呢 没事 你们先走 还有我完了 好 好 这是拜托你们的啊 好好好 来来来 坐坐这儿 行 来来来 坐 来来 陆陆 不是你最白的粉吗 当然了 这把线是最新产品 可好用啊 我怎么觉得不够白呢 你差不多行了 太厚了 别抹了 不行 我要让冲子看得最美的 我可以 说我 可以吗 可以 内长 您走前面 好 大家好 露露 王子 怎么 你们认识啊 这是露露 露露 这是咱们里的庞副旅长 庞副旅长 直发预警指挥区 飞行员彭露露 向您报告 好 欢迎 这是机长化名 庞副旅长 好 这是机长化名 庞副旅长 庞副旅长 直发预警机 机长化名 前来报到 欢迎 行啊 姜海 有这么漂亮的结块 没听你说过 别说说的不是我说的 得了吧你 真不是 行了 你别跟我装了 嫂子一下飞机 把我给震住了 行牛 华敏 黑鹅那我兄弟 什么 露露露露 你回来了 你干嘛去 这是你衣服 我送离阿姨房去 谁让你给我洗衣服的 这不是我给你洗的 是嫂子给你洗的 她不知道亮哪 让我送离阿姨房去 哪个嫂子 谁是你嫂子 她是下午来的 看你不在营部 让我带她去你宿舍 我问她 是嫂子吧 她说是 又一个嫂子 谢谢啊 营长 营长 这个嫂子来 你也不知道 营长 回来了 你怎么跑来了 也不说一声 说什么说呀 跟你学的呗 不是 你怎么还帮我洗衣服呢 就你这衣服啊 再不洗都造虫子了 好吧 我刚进屋的时候啊 就闻了一股味儿 我就到处找 哎 结果在分身间 找到一旁没洗的衣服 我就把她泡到水里 这么闻的还有味儿啊 我就打开衣橱 哇 差点没把我蓄个跟倒 我赶紧啊 叫公务员去给我买洗衣粉 哎呀终于快把她洗完了 偷偷就行了 别那么夸张吧 傅教员 怎么是你啊 李东 你也掉突击旅了 啊 我在突击营当副营长 和江海搭档 那太好了 傅教员 真没想到 你是我嫂子 嫂子 那我先回去了 有空在这儿找你 江海 啊 你这床单也该洗了 我怕洗得不干 小的这样啊 从家里带一条干净的来就好 这 这可不用洗 挺干净的 你看你看 这床单啊 不能老洗 老洗发硬 她睡得不舒服 亏你想得出来 我来的时候啊 听说你们去接设备和飞行员了 我就让公务员直接把我带到这儿 哎 没想到 我还当上了田楼姑娘 我知道你忙 没时间洗 你快回来歇会儿吧 我马上就好 哎 不用 我来 我来洗 我来 江海 我给你带了一本最新翻译的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战斗训练手册 我想应该对你会有些帮助 哎 太好了 你给我看看 你把衣服先洗完 哦 哎 我今天就搞了 你先行洗了 你把衣服 你看得到 你把衣服 你把衣服 做的 你带来 我把衣服 我给你带人 你把衣服 你把衣服 我把衣服 你带来 你把衣服 我把衣服 刘小斌 你想我吗 想啊 当然想了 你说你 你都失联了三四天了 我能不担心吗 有什么好担心的 怎么不担心呢 你去的是高原 那高原飞行有多危险 我是知道的 三天三夜 我能不担心吗 我们就是成星 把手机关了的 让你们担心 不然 你怎么知道珍惜 在一起的日子呢 有 那你这是在考验我了 对啊 但现在基本通过 姐 我能什么都没干 对 我们什么都没干 没事 没事 当我不存在 不存在 姐 有什么事 你说呗 没事的 通知咱俩去开会 那走吧 没这么急 刘小斌 到 我们还有二十分钟开会 要不你带我去江海的房间去一趟 我带了点东西 要给他送过去 刘小斌 怎么回事 带姐去认个门 回头啊 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快起来 我走了 姐 送东西是吧 那我帮你送过去 哎呀 你傻呀 人家姐就是想自己去见个面 怎么回事 去吧 小灵阳懂事 走吧 走吧 复杨 我去把衣服晾一下啊 嗯 去吧 老婆 我再带你 小灵阳 我回去多满 我去好 好 肉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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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儿不是开着呢 那我就不进去了吧 懂事 江海 我来了 华敏 你怎么会在这儿 副交员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来看江海 帮他收拾一下房子 洗洗衣服 快进来坐吧 江海去晾衣服了 马上就回来 你找他有事 对 我找他有点事 副交员 你怎么到空中突击旅来了 不在学校教学 我还在学校 今天不是星期六吗 来看看江海 特意来看江海的 从北京跑过来的 是啊 不从北京来 从哪里来啊 快到海的 我都会回家 我都会回家 来 干什么呢 我都会回家 好 不好意思 喂 花敏 你跟露露不是改飞直扒了吗 是啊 我们后来就飞了直扒预警机 高原测试结束以后 就分到了空中突击旅 附教员 江海没跟你说我在这儿吗 没有啊 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怎么了 不可能吧 真的 起码我没有从他嘴里听说过 哦 附影 衣服晾完了 江海 黑天鹅 你 你怎么来了 他说给你送东西来了 我不是刚从高原回来吗 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高山雪原 陆陆 陆陆 他俩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出事了 你赶紧把黑天鹅叫回来吧 怎么了 我带他去找江营长 江营长不在 附影在里边 俩人碰了面了 他俩碰一块了 对啊 哎呀 怎么回事啊 这是重要吗 这里含维生素C 能软化血管 防止衰老 最重要的是 抗癌 防癌 致癌 谢谢你啊 这有什么好些的 咱俩是跟这样的 姐 咱们走吧 晚上要开婚姻会了 我不去了 你自己去吧 你不去这么行呢 就我们两个女飞行员 你又是机长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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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 小营娘 走了 走了 张海啊 最近又跟特战营长袁建行 机部营长张平生 一块地上了一个 地空一体化训练方案 这事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 但具体内容我还不清楚 已经送到我这儿了 这么快 你看怎么样 看 怎么说了 你的第一感觉 有些太理想化 近期很难实施 这个方案分三个阶段 初级 中级 高级三个阶段 初级阶段 现在也不能开展吗 这个合成训练计划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所有的训练 都要有直升机 跟地面部队 一起行动 指挥协同啊 比单一病种训练 要困难得多 危险得多 你的意思是 我希望 你能够出面 我出面做什么 你 劝劝他们 先不要上 等一营的考核 顺利通过之后 再做考虑 老鹏 我相信 你的意见正确 江海也不是不能接受 郑伟啊 从直视改装训练开始 我们俩就有过矛盾 拐动两 空中停车处理 这个处理意见 我们也有很多 不同的地方 好像我跟江海啊 就是一顿死掐似的 只要他的想法一出来啊 我旁边就必然反对 这要很不好吗 头两次 你是反对过 但最后 你都改变了你的看法 支持了江海的意见 而且 还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证明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对的 你担心什么呀 我 我对他们现在这个方案 还是持有不同意见 如果我再提出 反对意见的话 那不就成了 名副其实的反对派了吗 这样下去啊 今后我提出的 任何反对意见 都会被忽视 会为人误以为是 只要是我反对过的 那 都应该是正确的 你对自己没有信心了 我对坚持原则 真的有信心 但是 对捍卫原则的手段 和方法 没信心 借着我 帮你代言 是的 如果我也觉得 这个方案是可行的呢 而且应该得到支持 怎么办 那我们就死定了 走吧 走 报告政委 人到齐了 好 刚才了 都没说过 我 都没说过 所有人 都不这样 对 都不像 什么 但是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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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